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微熱血一下 我們到台東了 現在呢我正開著一台345匹的馬力 51公斤米的扭力 3.3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重點是它還可以讓你三代同堂 空間非常充裕 連第三排都一樣的LSUV 就是全新Mazda CX90 車身尺碼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車長5100mm 車寬非常寬 1944mm 車高1735mm 軸距算是在同級裡面 表現第二好的 來到3120mm 非常棒 現在的Mazda要進階到豪華品牌 首部代表做CX90 車長超過5米1 軸距表現非常不錯 同級裡面算是第二大3120mm 超過3米1的一個軸距 今天試駕完之後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熱血的爸爸 今天有了小孩成家立業了 事業有成 預算上有一些有來到可能200多一些些 你想要有300多匹的馬力 你想要有四輪傳動 有Offroad的模式 可以帶著家人去做輕度越野 去露營車速 巴拉巴拉 又要有非常不錯的質感內裝 完整的安全配備 然後隔音也非常不錯 考慮一下這部車 這部車對手我先講 Lexus RX Infinity QX60 Volvo XC90 雙B比如說X7 GLS 跟Audi的Q7 我講的是重置引擎 後輪傳動 再加上有四輪驅動的車型 豪華車款的必備條件 一定是要是後驅底盤 今天要來好好試駕一下 我們先去海邊 因為拍這麼美麗的車 就是要去海邊拍條來漂亮 Go 好打開後箱 現在第三排是全部躺平的狀態 第三排 第二排是立的 那我講一下公升速 以第二排第三排全部躺平的情況下 最大的空間容公升來到2025 你如果跟家人要車速啊 要越野稍微躺一下過個夜 稍微買個床墊 應該可以算蠻舒服的躺在裡面 好第三排的功能呢 來左右各有一個Type-C 然後呢各有兩個自杯架 這個是非常便利的一個功能 那左右呢各有一個 這個在西部那個位置 各有一個冷氣出風口 所以冷方效果應該不會太差 在第三排椅子立起來 其實就是這個拉繩 拉一下有沒有 這樣就固定了 然後頭枕 就這樣 是非常簡單 那這樣子你當然 如果說滿載六個人要載行 你可能稍微有點困難 但如果是躺平的話 這當然就比一般SUV好用很多 來這邊有個底板 打開看一下 沒有太多的大空間 但是有兩個置物空間 再加減應用 這排附了一些基本上的工具 右邊有一個12V的點燈器之外呢 左邊也有個照明燈 一個照明燈 這個當然在夜晚的時候不無效補啦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CX90的內裝 這兩張駕駛座呢都是電動的 兩項電動腰靠 舒適性是非常不錯啦 然後還有透過兩種皮革 一個是通風 一個是真皮座椅 然後再加上有一個類橘色的車縫線 直跟表現是很不錯 不過如果說有一個腿靠 有沒有就是可以針對你的腿長 去做一個長度的調整 如果有這個功能當然是更好 前方方向盤握感不錯 但是我希望這個方向盤的握把這邊 就是握起來的直徑 如果說可以稍微厚一點 我覺得我整個握起來感覺會更扎實 後面有一些凹槽 所以可以讓你的手比較貼合在方向盤上 這個還蠻符合人體工學的 來三幅式的一個設計 右邊是iActiveSense主動安全 Level 2的一個設定 包含像自動跟車啦 車道至中啦 然後這個行人偵測啦 機車偵測交通工具偵測 然後包含像自動煞停 導車自動偵測跟煞停等等都有 左邊呢就是控制前方 12.3吋的一個數位儀表 包含像這個音量大小聲 然後info就是資訊的選擇 我們看一下前方呢 12.3吋的數位儀表 當然科技感不錯 只是在畫面的呈現上 顏色的豐富度比較沈穩 然後是穩重的一個路線 所以你看它就是以黑色為底 帶一點淡淡的灰色 然後呢 左邊就是這個轉速表 右邊是水溫跟油量表 跟車的部分在中間 那時速在中間的上面 好來前方的這個中控螢幕 第一個不支援觸控 這個我有問過Mazda原廠 我說為什麼不讓你按你看 不讓你按 他說他們的工程師 日本工程師 有他們的堅持 我說什麼樣的堅持 他覺得開車的時候 他希望讓你專注在前方 雙手握著方向盤 如果你要操作就是用旋鈕 這個排檔後面這個旋鈕 來一個一個轉 那一個一個轉呢 你在用餘光去瞄到說 看你要哪一個功能就按下去 那不管是上一頁下一頁 還是什麼全部都是用轉的 其實以操作的時間上 理論上應該是用觸控比較快 因為直接按嘛 比如說那你用轉的就是 往右一格往左一格 或者是往右兩三格四五格 往左兩三格四五格 你就要一直去轉 所以花的時間 不見得比較省 但是以安全性來講 Mazda原廠工程師說 他們認為這樣比較安全 所以這個螢幕是不能觸控的 好 在中控螢幕的左上方 有沒有看到一個圓圓的 這是一個Driver Camera System 就是一個Motoring System Driver Motoring System 就是駕駛臉部表情的監控系統 監控什麼呢 第一個你有沒有分心 第二個你有沒有打瞌睡 第三個你的眼睛在看著 其實就是安全裝置 覺得說你有皮套價值的時候會出現 或者是睡意偵測 你有愛捆嗎 你有沒有分心 這個必要的時候它會提醒你 你不專心開車的時候 好 這個螢幕裡面老實說這個顏色 其實我也不太懂 Mazda原廠工程師 你看喔 這麼大的一個螢幕 理論上質感表 我想的質感就是說 就像如果你iPhone拿起來 然後整個畫面都是不是黑就是白 感覺你會覺得好像怎麼都是只有雙色 黑或灰或者是黑跟白 這通常大螢幕理論上 叫做五顏六色啊 看起來很雞花啊 你看但是Mazda就是走一個 沉穩吧 我用這樣的形容詞 你看喔 裡面五個選單 資訊 娛樂 不管你點什麼進去 全部都是黑白 怎麼樣可以帶點色彩 怎麼不用彩色的呢 這個我是不太懂這個邏輯啦 不過anyway 在操作上是直覺的 但我希望功能慢慢可以多一點 OK比如說行車模式是不是在裡面啊 然後行車模式可以不同的設定 去做很多顏色調整啊 雙距橫幻空調 再加上這邊我們看到Rio Rio Control其實就是後排 後排就是第二排 第二排後座乘客的空調的控制 你怕它吹冷氣會感冒 或者是有其他原因 你可以在駕駛座去控制後座的空調 旁邊呢這個是雙前座有通工作椅 再往下看呢 QI無線充電 12伏的點驗器之外呢 排檔的前面有一個 Mi Drive 這就是行車模式啦 總共有三種 Sport Normal 跟Offroad 因為它是四輪傳統系統 所以呢可以 征服一些輕度越野的路面 那當你調到Sport的時候 當然因為Sport嘛 它的顏色終於有稍微帶有一些紅色 不管是左邊的轉速表 或者是右邊 油量表水溫表 還有包含整個底座 就加了一些紅色的元素 好嘞往下看排檔 煞車踩住之後 它是這邊的按鈕按住之後往右撥是R檔 再來就是RND R檔的話你要基本上這個按鈕還是要按 360度環境是他們強調的一個重點 他們說用高解析度的鏡頭 我可以看廣一點 這叫廣一點 超廣角 這個就是沒有那麼廣 超廣角當然有個好處 你看的可以更廣 但是 超廣角因為會變形 所以你的距離感 比較難抓 跟這個後面物體的相對距離比較難抓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 這個比較沒有那麼的變形 你的相對距離我覺得會比較好抓一點 OK 好來 再往下呢 抖破環境 這邊有個360度的一個環境的按鈕 旋鈕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控制中控的這個12.3吋的螢幕 旁邊電子手搭車啦 AUTO後啦 音響大腳聲等等 可以在這邊設定 這邊有兩個自備架 不過如果可以稍微讓我挑剔一下 大概就是這個吧 這個 你知道這個面板 你看它用這個金屬的材質 好不好看一人而已 但是這一塊呢 它是用沒有亮面的塑膠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可以加上鋼琴烤漆 這烤一片應該沒多少錢 鋼琴烤漆 我覺得這邊的質感 表現會再更好一些 好 頭上呢 有一個全景大天窗 好我們來看一下SEC90的第二盤 我們先講功能面 手動遮陽簾 這個布屋小補 這邊有一些金屬飾板 對質感有些提升 前方地圖帶 兩個都還在 第三區的恆溫空調 除了風量可以調整外 溫度也可以控制 兩個Type-C 讓後座乘客可以各自充各自的電 但其實風口是有的 座椅 還一樣是跟著現在的潮流 第一個 六四分離可以前後移動之外 移動的幅度 這樣子 你看這是最後面 最前面 這樣差不多 木車大概有10到12公分左右 但如果移到最前面的話 當然就是第三排的乘客西部空間比較好 但我現在標準坐姿 我身高169 我現在坐在第二排 移到最前面 還是有一個不錯的 一個拳頭加一個指頭 空間表現是可以的 那座椅是這樣 大概我剛剛測了一下 大概有六段的角度可以調整 注意看 這個最立 坐起來當然像跟坐公車一樣 這個是最躺 最躺就真的蠻舒服的 還不錯 那如果說反正六段 看你要稍微立一點 稍微躺一點 一樣都可以自己去做調整跟控制 好勒 裝扶手 接下來 一定有個自備架 兩個 這個呢 如果是方形的但更好 因為台灣有些飲料 像這什麼純枝茶 巴拉巴拉 什麼仙草蜜 有些都是方的 如果方的話當然更好 頭上我剛剛講 全景天窗 第二排乘客視野比較好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排 冷氣出風口 你看那顆涼 對冷房效果很有幫助 這個是掛鉤 躺平的時候可以用 每個人呢 後座理論上做三個有點痛苦 應該做兩個 左右 我有兩個自備架 你有兩個 看你是要喝什麼都可以 再來呢各有一個Type C 你要充電的話 各自充各自的 大家不要吵 好 膝部空間 來我現在呢 我剛剛講我的身高169 但是這個椅子 我現在是調到 座椅的位置是最前面 但是椅背是最躺 椅背是最躺 椅背是最躺 我的膝部空間 大概還有一個拳頭 來坐過來一點 差不多一個拳頭加一個指頭 大概一到兩個指頭 好 那我剛剛講我的身高 以座位最前面的情況下 膝部空間也是一個拳頭加一個指頭 但是第二排卻可以躺到最斜 最傾 所以這個部分是很不錯的 但如果說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比如說要聊天 講話的時候 通常我覺得不會坐到這麼躺 我們把它調整到 比較正常的位置 好不好 只有可能 我覺得差不多是這樣 因為你坐太力呢 對 就是舒適性會打折 如果是這樣呢 有沒有看到 第二排啊 兩個拳頭的空間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不錯 那當然 坐墊稍微的 坐墊高度稍微有點低 有沒有 對大腿支撐 完全沒有 就是 你就是用屁股 好 臀部在做這張椅子 腳基本上也可以 稍微往前伸 但只能稍微就這樣而已 好 但是這個稍微呢 老實說如果 前方的乘客把椅子往後撸 你可能腳就有 可能會去卡到 所以這部分我建議還是 就是比較放後面板 OK 那下車的話很簡單 肩膀這個位置 座椅肩膀這個位置 整個一推 然後就 就可以往前勒 好就可以下車了 好 我們來上路試駕 GO 我們現在上路 SEC90 全新車款的試駕 這部車呢 他們很強調高效的性能 然後具有跑格的外觀 整部車呢 在B柱三分之二 然後車頂有一小部分 是用1800Mpart的 超高剛性鋼材 B柱下方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面積 是使用1300Mpart 這個其實他們就在強調 就是說 在側撞的時候 它的保護力 絕對優於統計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前後的防撞鋼梁 除了這個鋼材的剛性 也提升之外 重點是它的 兩旁的面積也增加 比較寬 這個當然 比如說針對 像撞擊車的時候 有些什麼 40% 25%的小片位撞擊 講白一點 就是對撞擊時候的 力道的吸收 表現會更好 這個是被動安全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動安全 剛剛跟大家介紹過了 我們現在來體驗一下它的底盤 我跟你講 一部SUV 你可以跟 比如說操控 車輛互動 你就開起來會有樂趣的 想一下一下 比如說 BMW一定有 以車廠來講 大概就是 X7 Mercedes-Benz的話就是 GLS 再來還有什麼 Audi Q7 但是這些呢 的價位基本上 都不低 從最入門的都不低 絕對是比今天 CX90高出許多 有沒有操控樂趣 有 但CX90一樣 它也要強調就是說 我今天試一部 真的強調四下無人的情況下 一樣可以滿足熱血爸爸的 想要操控一部車 人馬一體的那種欲望 講到人馬一體 它們的工程師 真的是也滿奇葩的 就是說你看 它們的變速箱設計 是有一個重點 它在盡可能的體積下 把這一顆八速手自排變速箱 設計的非常小 就是在方向盤的左側 這邊呢 它把它設計稍微過去一點 然後因為它是後軸的 重置後驅的一個底盤嘛 所以四輪傳動 它必須要有一個傳動軸往前 這個傳動軸呢 就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這個的下面 有沒有看到沒有 這個下面 變速箱在這 傳動軸在這 好我要強調重點就是說 盡量不改變車輛重心配置 的情況下 然後把變速箱縮小 然後呢 傳動軸放在這 主要就是要讓你 就是這邊有足夠的 腿部空間外 讓你整個開車是 完全對準方向盤的正中心 他們強調人馬一體的 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的人跟方向盤 絕對是要在正中間的 因為有些車喔 確實在開車的時候 你會覺得細細的感受到 方向盤跟位置的 你要不是在正中間 這個是他們強調人馬一體 最主要的一個核心的一個設計 好那當然啦 比如說這個 再來就講到車子的底盤 底盤的剛性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懸吊 其實會讓你感受到 就是我這部車 一上路 就是你知道就算是 爸爸媽媽 你的太太小孩 坐在車上了 你還是會有那種 右腳稍微 蠢蠢欲動的感受 想要 想要 衝一下 懸吊設計 其實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太模糊 你就不會想要開它 就慢慢開就好啦 對不對 但是它的懸吊的處理 第一個反應很快 反應很快的意思就是 讓它吸收彈跳的時間 砰砰砰砰 很快就吸收了 就是說路感讓你 很直接而且很明確 然後在轉向的時候 當你速度一拉起來 開始要轉彎的時候 基本上它也透過一些 Sensor的設計 比如說當我現在左轉 它發現你的這個 側傾的角度 大於一個角度的時候 它的外側輪 跟內側輪 會做一個不同輪速的調整 讓它側傾的角度 可以稍微放緩一點 主要是針對第一個 提升過彎的極限 第二個就是 讓你側傾的角度 不要那麼大 這個當然有一些好處 只是說 因為它的懸吊 EVEN我現在調到的是 行車模式 我調到的是 Normal 調到Sport Sport當然就是引擎的反應 變化箱的反應 就更快更靈敏 但是它的懸吊設定 我就真的是 比較偏運動化 雖然它的車廠來到5米1 算是LSUV 大型的SUV 但基本上開起來 體積不會太大 你會覺得 其實車身是靈巧的 在轉向的時候 好開啦 我只能這樣講 但變速箱的換檔邏輯 老實說 它們有優化 巴速的手指牌 這顆呢 巴速呢 是Mazda自己研發 自己研發 它們強調要自己研發 體積最小的巴速多片式離合器變速箱 非常的有勇氣 因為你看喔 連像BMW這種大廠都 它都不自己研發了 它都用ZF 這個變速箱呢 當然你要論成熟度 換檔 低速的換檔 高速的換檔 在任何時間的換檔 邏輯順暢度 頓挫感 然後聰明 是不是可以像 ZF這樣子的 好像知道你下一步要幹嘛 Mazda這具變速箱 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但整體表現來講 如果說你要以它 這麼才剛開發沒多久的巴速手指牌 這樣的一個變速箱的年紀 我覺得它的表現算非常不錯了 只有在慢速的時候 有一些細微的油門收放 收放的那個換檔的細膩度 還有一些提升的空間 但大致上表現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這顆引擎 這個變速箱底盤全掉 對我來說 如果你今天 你的身體內 還是有一些熱血的 你知道 心碗子 那你又想要在這個 有限的預算內 這部車 會有7人坐 也會有6人坐 那動力選擇 我們今天試的是3.3T 可以有非常不錯的第三排的空間 可以開起來 是非常具有動感的 底盤跟你的互動是非常不錯的 345P 扭力51公斤米 重點是它的油耗 還有竟然12 竟然還有12.2 OK 如果你要這樣看的話 我認為 規格表打開 完全不輸 這些 一些同級 甚至是高它一級的豪華進口品牌 當然 雙B 奧迪這個品牌 當然知名度 等等 我覺得 還是更勝一籌 但是如果說 你今天我剛剛講 你要在有限的預算內 買到這樣的一個車格 我認為CX90 確實是非常不錯 但我今天我們試駕的是 我不曉得未來上市的時候有沒有那種 我上次試那個CX60 就有這個GP 那個叫什麼橘的 我現在名字有點忘了 這邊全部都是雙色 高階級 如果有那個GP 然後包含這個椅子 阿娘 我這 車內的質感又爆增 OK 我們今天台東試駕非常不錯 台東超棒的 台東有點大 這個試駕 CX90最剛剛好 我們等一下有搭飛機回台北 OK 有空去試試車 它只有一個缺點 排量 因為排量關係 所以碎筋腳的比較多 阿娘 但是你卻可以享受它的底盤 享受它的動力 享受它的主彎 還有一個隔音 它的隔音表現非常好 有空去試一下看就對了 OK 下次見 拜拜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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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